2024美国总统大选倒数203天 总统拜登一连三天在关键摇摆州 冰州造势 前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在纽约法院 拜登先回老家史宽顿 17号去皮兹堡 18号到费城 拜登强化自己劳工家庭出身的形象 把川普塑造成脱离现实的精英 川普把进出法庭的短短几分钟 变为造势舞台 对着媒体放错误讯息 川普说这官司是拜登为了胜选出的奥波 川普官司的第二天大有进展 选出七名陪审团成员 七人当中包括三名女性 四名男性 职业包括业务 护士 律师 资讯科技顾问 老师和软体工程师 照这个进度 可能在下星期一就可以进行开庭陈述 川普律师团队检视候选陪审团成员的社群网站 其中一人的脸书有庆祝川普输掉2020大选的po文 川普当场朝着陪审团候选人的方向说话 这样的行为引起法官不满 法官警告说 在这个庭上 绝不容许任何威胁陪审团成员的事发生 TVBS新闻林佳辉 美国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